吃疆过去的冬夜 西山公园树林中热烈亲吻的正午 音乐会和音乐会后的吵架 北京图书馆 在看巴黎最后的汤格时睡去的我 足球场边一见我带球就大喊大叫的他 日复一日却飞驰而过的校园生活 短途旅行中疲惫的相拥而睡 还有等候 无数次的等候 当然通常的情形都是我等他 那曾经是我的习惯之一 但1995年过去很久了 这个频道从此不能更新 当色彩褪去声音消解 这个频道有一天会变成雪花状的空蜀 带着微微痛楚的杂音 再也无人知晓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害怕着这一点 日渐数字化的时代里 能够坚固的记忆更加稀少 没有一种方式是可靠的 事情最终必得如此 我太清楚不过 但离微加越近 我越能清晰地感觉到对他的迷恋 现在他近在咫尺 我的心又微微震颤 两个曾经相依为命的旅行人 由于变故分了开来 若干年后在另一个地方重逢 他们该客气而礼貌 还是该紧紧地拥抱如初 问题是 这拥抱和1995年之前的拥抱 已经不一样了 此时此刻 我怀抱的感情和那时的爱情也已经不同 如果剔除掉无关的背景 再排除杂乱的细节 那么这故事到处都在上演 1995年可能就是2002年 香港也就是北京 满世界都是走失的人 美好的往日究竟是事实还是想象 到了今天 他们是不是该必须死去 1995年的刻骨铭心 和2002年的玉语环修 是不是同一种感情的两个侧面 威嘉看着我的眼睛 他不可能不知道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多待几天的话 我可以陪你多玩些地方 我没有玩的心思 开完会再停留两天 只是想见见你 说说话 再见你之前 我总不能把你和香港联想到一块去 我们的队伍不断在壮大呀 这儿越来越多从美国过来的大陆人 我的普通话并没有闲着 为什么不回上海 回到上海父母身边 他们安心你也轻松 快了 公司上海的office不断扩大 香港这边的人抢着登陆 或许四个月后你去上海看我 威嘉 我愿意常去看你 一直到你嫁人为止 可是担心这样一来 别臭美 跟你无关啊 想嫁了自然有办法 我不知道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距离和你 如果就此再不相见 我会耿耿于怀 既怕打扰你 又不愿成为路人 你这么啰嗦混乱 怎么混到现在的位置的 我过的是线性的日子 除了你 其余一切都简单 威嘉的电话响了 在她偏过头去说话的时候 左边的直发从耳后滑了过去 露出光滑柔和的耳朵 灯光映照着我无比熟悉的轮廓 我曾亲吻戏语过的甜蜜部分 一瞬间 我被短促的难过击中 也转开身体 又点燃了一支烟 设想中的每一次见面 都想找一个答案 但问题是模糊的 或者我从未敢于面对 答案就永不明晰 这一直让我不安着 威嘉回过头来 照样笑脸盈盈 她继续谈着她的投资行业 我好像是在专注地听 但风吹过来不知带走了什么 我听见了另一个声音 在我的心内回转 威嘉 今晚想一直和你就这么走下去 像在北京一样 走到哪儿都无关紧要 威嘉 我们一起去坐天星小轮吧 离开这边去对岸 我一直不肯学会 到了目的地就要下船 她的笑平和 她能够看得透我 每一段关系里 总有也只有一个失落者 现在这个人就是我 无论我是否承认 有一些东西确实改变了 突然间明白到了这一层 我既感轻松又觉失落 我要谢你 当初若非横下心去读书 我可能不会有我喜欢的经历 开始时真的好难 但终于走了下来 我非常隐住爱现在 没错 我推走了一个老婆 造就了一个投资经理 我以前恨你 非常恨 现在好了 即便要回头看看也很平静 宁可你恨我到现在 那样或许还有些爱 谢了 我可是擅长自疗的动物 我们好像说起了一切 又似乎什么也没说 维加执意要送我回酒店 直到走进大堂里面 一直热烈的话题 才突然而止 一时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我想起说点什么之前 她伸出了手 说着晚安和再见 说再见时该在上海 倒是一起喝咖啡 我记得我说了好几个没问题 我看着载着她的出租车启动 离开 又在大堂里站了两分钟 突然想出去走走 就转出酒店的侧门 在一条小街上慢慢走着 那时看见了位于二楼的红页书店 书店小 书牌的紧密 只有两三个人 老板自顾自地在看书 我买了两本Lonely Planet的旅行手册 还有几本台湾版的日本小说 付钱时老板和我聊开了小说的话题 那是个喜欢交谈的人吧 说话有点慢 他说起村上龙 黄碧云和山天永美 说起他喜欢的大陆的网络作家沙子 他说他一直在写着烂小说 他表情不多 但带着自嘲的口吻 让我喜欢上了这个家伙 他从架上拿了两本 山天永美的书给我 他说这个女人直接自然 是那种值得喜欢的女人 我笑了